各位 今天打造人魚線的系列我們又來囉 今天我們如何用一個簡單的動作 只用下抬腿 我們來創造你的側腹肌的一個線條 現在跟著我一起做吧 OK 首先把你的雙腳並攏 同時手幫忙支撐在你的左右 我們做到一個這麼小的一個角度 你的腿部微微的彎曲 記得起來的時候避免這個動作變成是腳步的 我要你抬腿 側抬腿 身體呢 讓自己呈現一個45度的角度 把你的腰朝向那個方向 這個動作呢 我們可以慢慢的做30個 如果你實在是不能很明瞭說你的腿部應該怎麼動 好 你可以用你的手為指標 讓你的膝蓋 舉起來的時候 是可以碰到你自己的手肘 同時 我們換邊 你看以我們正常做起 交換 以你的手肘為指向 盡量的抬起你的大腿就可以了 甚至我們可以使用另外一個方式 把你的手一樣放在這裡 這跟我們之前 先前交過的動作是一樣的 只是說 我們把它改成下腿 一樣可以刺激到你的腹斜肌 手肘記得不要貼著地 離開它 好 每個動作呢 我們左邊右邊各做30下 之後休息一分鐘 然後總共我們做三組的循環 這樣就可以了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